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 今天这期影片,我将介绍10个功能非常强大的而且免费的浏览器插件 它们覆盖多种使用场景,可以将你的浏览器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生产力工具 接下来,我将一一介绍并分别演示如何在Chrome和Edge浏览器上安装它们 本期结尾有福利,建议观看到最后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是Edguard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去广告插件 Edguard可以拦截网站上的各种横幅、弹窗以及短视频广告 有效保护用户个人数据免于网络分析和在线跟踪器的侵扰 首先,以Chrome浏览器为例,来安装一下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选择扩展程序 点击访问Chrome应用商店 注意,国内用户需要科学上网才能访问应用商店 我们在搜索栏搜索Edguard,找到它 点击添加至Chrome就可以了 安装好后,关闭弹出的欢迎页 点击右上角的插件图标 找到Edguard,将其固定到浏览器中 然后点击它 可以看到现在正在拦截广告 我们打开一个网站试一下 完全无广告 我们现在关闭拦截功能 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不光有横幅广告 还有弹窗广告 打开拦截之后确实清爽多了 同样的,Edge浏览器也是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拓展 点击获取Microsoft Edge扩展 然后搜索并获取Edguard就可以了 后续的操作和Chrome上一致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对于一些网站设置了右键锁 我们不能复制粘贴网站上的文字 其实,应用市场有很多插件可以来解除右键锁 其中好评最多的是这个允许复制加插件 我们来到应用商店,将其添加到Chrome 安装好后,关闭它的宣传页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功能 来到这个测试页面 看到这段文字是无法被复制的 我们将这个插件固定到浏览器中 然后点击它 看到变为绿色,说明已经解除了右键锁 我们再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完全能够复制 对于Edge浏览器 它的官方应用商店中并没有上架这款插件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Edge浏览器和Chrome一样 也使用了Chromium内核 可以在Edge上使用Chrome应用商店来安装这个插件 我们输入这串网址 访问Chrome应用商店 然后搜索允许复制 然后安装它就可以了 为节约时间 接下来介绍的插件 我就紧在Chrome上做演示 Edge浏览器可以使用上述的方法 安装任意Chrome平台的插件 第三个插件是GoFullPage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网页长截图工具 使用它,你可以将任意长度的网页截图保存 支持保存为PNG或JPG格式 我们在插件应用商店找到它 点击获取来安装一下 完成之后我们访问一个网站 点击这里的插件 点击GoFullPage 这时会自动生成一个长截图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下载图标 可以将其保存为PNG图片 可以看到截图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进入这个插件的设置页面 在这里可以将保存的类型改为JPG 然后重新对网站进行长截图 再次点击保存 可以看到生成的就是JPG图片了 点击这里还可以导出为PDF 方便我们打印或浏览 如果你使用的电脑比较老旧 外放声音很小 或者是由于一些系统原因 导致电脑音量就算调整到100% 声音还是非常小 接下来这款插件 可以将浏览器的音量扩大到600% 它就是Volume Master 我们在应用商店搜索它 注意到有很多同名的插件 选择这个有4万多条评价的 然后将它安装到浏览器中 当我们在浏览器播放某个内容时 点击这个插件 将音量拖至600% 就可以有效增加外放音量了 我们在浏览器中新建标签页时 出来的界面是浏览器默认的新标签页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其自定为某个网站呢? 比如必应搜索 我们注意到 Chrome浏览器允许我们自定义主页 但新标签页不等同于主页 就算设置了主页 点击这里的加号 还是会打开默认的标签页 我们需要用接下来这款插件 来实现自定义新标签页 在应用商店搜索并安装 Custom New Tab 这款插件 在欢迎页这里可以设置自定义的新标签页网址 比如我们设置为必应搜索 然后点击保存 可以看到已经生效了 如果想要恢复到默认的标签页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扩展图标 找到这款插件 点击右侧的三个点 点击管理扩展程序 然后将其禁用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喜欢使用付费版的微软office办公套件 或是需要在一台只安装了浏览器的新电脑上办公 我们完全可以使用接下来这款插件 将浏览器变为一个简易版的office软件 这个插件就是谷歌公司开发的Google文档扩展程序 我们在插件市场找到它 安装一下 完成之后 点击它 可以创建一个word文档 输入一行文字 点击这里的立即保存 这样就可以将其保存到本地 对于本地的word文档 PPT 或Excel表格 我们可以将其拖拽至浏览器 这样就会自动使用Google文档插件来打开它 默认以副本的形式打开 对于喜欢使用浏览器 学习外语的朋友 一定要试一试接下来这款插件 它就是Transit 它支持对多种影音网站的在线内容 添加中英双语字幕 方便我们对照学习 它支持翻译的平台 包括但不限于YouTube TED演讲 Disney Plus 电影或电视剧 EDX或Coursera在线课程等 我们在插件市场找到并安装它 在欢迎页面设置一下学习的语言 母语这里可以选择中文 学习的语言选择英语 点击下一步 这里要求我们注册或登录账号 我们可以点击跳过 然后关闭欢迎页就可以了 我们以油管为例 播放一个英文影片 点击右下角的Transit图标 这里打开Transit字幕 就可以看到中英双语对照字幕了 其实YouTube也支持实时的字幕翻译 但是这个功能只是将英文字幕翻译为中文 不能实现双语对照 除了翻译字幕 我们也可以右键网站 选择沉浸式翻译 这样Transit就会把英文网站上的内容 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呈现 非常方便学习外语 这些核心的功能都是完全免费的 非常好用 我们已经介绍了七款插件 接下来要介绍三款福利插件 功能非常强悍 首先要介绍的这款插件 名为CocoCut 它是一个在线的视频下载工具 它可以识别 并下载各种在线流媒体资源 我们在插件市场找到它 安装一下 现在访问某个知名网站 点击这个插件 选择第二个识别到的流媒体内容 点击下载 等待加载完成 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真的简单好用 接下来要介绍的插件是Beta History 它是一款历史记录管理工具 我们将它安装下来看一下使用效果 点击这个插件 可以看到我们能够按照日期 找到当天的浏览记录 点击这里可以删除当天的所有记录 还可以利用这里的搜索功能 做到精准删除 我们来清除一下 刚刚浏览知名网站的记录 搜索一下网站名称 然后勾选这些记录 点击删除就可以了 注意 这里还可以设置网站域名黑名单 访问黑名单上的网站的历史记录 会自动清除 非常方便 最后要介绍的插件 是大名鼎鼎的temper monkey 中文是篡改猴或油猴 它并不是一个拥有单一功能的插件 它更像是一个工具库 借助它 浏览器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 像是开了挂一样的功能 这里展示的是一些非常热门的脚本 这些只揭示了temper monkey的一部分本领 这个插件的功能非常强大 完全可以单独做一期教程来讲解 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行研究 这个插件的下载地址 以及使用方法 我会总结为文字版教程 放在博客上 链接会放在下方的描述栏中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分享 如果有遇到过其他非常有用的浏览器插件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这里是第一科技站 欢迎订阅本频道 不错过更多科技资讯和实用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不妨 remote 好 别 sticking